要我帮你吗 在这儿没那么烫 不用你帮我 我这儿都已经弄完了 我没那么矫情啊 不就已经发烧感冒了 生命就最应该趁机撒娇了 你们男的平时没这机会 现在有这么一次 还不得这儿好好撒 我问你 咱俩上次那约定还作数 什么约定 哪一回 露营啊 说好了不再见面 还是再见着了 从上次咱俩在街上偶遇 之前说的那些话就都不算数了 想想也是 上海这么大 咱俩都能碰的 说明老天爷觉得咱俩就注定得在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杀时间 在一起玩 所以一切照旧 行了 好重点了 知道吗 妈 对不起 我不应该跟您说那些话 先坐下吃饭吧 你爸爸失业之后 就再也没有找工作 那年你三岁 讨债地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都拿走了 我才知道 他在外面欠了赌债 把家里所有的存款 早都说得一干二净 妈 这些事你为什么早不跟我说 有什么好说的呀 都是过去的事了 妈妈不是还有你的吗 我就希望能够看着你开心地成长 快乐地生活 没想到妈妈还是做错了 您这些年对我的付出我都知道 照顾我 保护我 可是妈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应该照顾您呀 学着照顾我身边的人 你照顾谁都行 就是何大爷也不信 他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这就不是年龄的问题 就算我现在不跟何大爷在一起 等我三四十了 找一十八岁小姑娘 您又闲着年纪小了 所以说根本就不是年龄的问题 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现在这社会 连性别都不是事 你才二十三岁 太单纯 像何大爷那种三十多岁 能够在上海立足的女人 您知道她们想的什么吗 我是怕你受伤害 我就知道她想什么 所以我才喜欢她 妈 您真不知道 这何大爷真不是您想的那种人 人勤勤恳恳工作 踏踏实实生活 就跟您年轻时候一样 我之前在那公司的时候 那帮同事欺负我 就是他替我出头 把老板骂我的时候 他替我说话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您疑问 真的只有他最关心我了 所以我才喜欢他 我想照顾他 我把你养这么大 我不是为了让你去照顾谁 我还想着 有人能够好好照顾我儿子呢 那何大爷已经照顾我 照顾得够多了 两个人在一块 应该相互去照顾 您这些年对我无畏不至地照顾 我得跟您学呀 学着去照顾别人 你说您儿子现在是一个 天天等着别人照顾的人 那您的教育 即不是太失败了 妈 我呢 已经长大了 我不想再变相地 拥有你给我这一切 是 这些是挺美好的 但我希望能有一个人 和我一起去打拼 一起去上进 一起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 长大了 不管我了 要去照顾别人 妈 您 您 您等着啊 这番茄炒呢 我又重新学了一遍 这回做绝对好事 我给你再坐一遍 我给你吃 拿药吃了 好了 药也吃好了 饭也吃好了 现在就好好睡一觉 我保证你明天生龙活虎的 谢谢你啊 你今天要跟我说多少声谢谢 这就特没劲啊 干吗 赶我走啊 不 没有 不是说就都这个点了 你这一女孩再晚回去 该危险了 我这又没法送你 这些都不是你该考虑的 你就好好睡 睡着了我就走了 好了 睡吧 我还是去把灯打开吧 等会儿 你想说我玩过这个吗 什么 你看 我小时候就特幼稚 我肯定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能变成鸟 那个多好 飞到天上 换个角度看看这个世界的人 看看这个世界 这世界上的人有什么好看的 还不都一样 冷漠的 无情的 你怎么这么悲观啊 我觉得换个角度看人也会变得好看 就像自拍一样 羊角四十五度 我也是最好看的样子 改天我带你去变鸟吧 九十度看人 九十度 角度翻倍 好看程度也会翻倍 怎么样 你就不怕我跟这种鸟飞走了 就再也不回来了 不怕 我拿水瞪着你